特朗普回到白宮 休息一晚後 星期二與醫療團隊見面 醫生說他沒有病徵 血氧濃度與各項維生指數穩定 情況很好 有報導就引述白宮職員 說他說話大聲了 但間不中仍然不夠氣 特朗普全日留在白宮行政棺底 只有少數高級幕僚可以與他見面 棺底職員、居煲全部都穿著全副防護裝備 暫時沒得出去 特朗普從早到晚都在社交網站發文 說期待下星期第二場總統辯論 鬧對手拜登 又說已經授權解密通俄調查文件 並且再次淡化疫情 說就算有疫苗 每年都有10萬人死於流感 反而新型冠狀病毒就沒有流感禁致命 美國民眾要學會與這種病毒共存 Twitter之後以可能含有誤導資訊 在貼文附上警告標示 Facebook更加直接刪除貼文 至於傳入回憶最大的貼文是他 叫停與民主黨談判新一輪刺的經濟方案 在特朗普出院之後第一項重大決策 他批評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出的 2萬4千億美元方案和疫情無關 只是想援助民主黨主政、施政差、罪案率高的州份 指示共和黨人停止跨黨協商 等到勝出大選之後 會立即通過重大紓困方案 強調參議院目前首要 是要通過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 佩洛西斥責特朗普 將個人利益凌駕在國家之上 說對方不會連任到 到時國會就可以通過紓困方案 報導說佩洛西施大廈質疑 特朗普可能因為接受了類固醇治療 影響到判斷力 有線電視機者 李金文報導 要分析